为大家整理几个中央的新闻 我们上个礼拜为大家报道 在为了对抗全球暖化 欧盟通过了绿色协议 而第一个发起抗争的是 法国的农民 他们说无限期的要包围巴黎 而除了法国之外 现在波兰 德国 西班牙 意大利捷克的农民 都纷纷走上街头 抗议现在因为绿色协议 要求他们增加很多能源 跟各方面的 包括肥料等的相关的成本 他们变成一个 现在整个欧洲最明显的 各国的抗议现象 也成了极右翼政治的温床 其次在各种状况里头 全球的领导不知道往哪里走 全球的经济A也不是 B也不是 也就是我们从金融海啸到现在为止 贫富差距各种问题都没有解决 所以2024年的全球选举年 几乎各国现任领导者 都是属于不受欢迎的 包括拜登的制度就38% 英国的首相苏纳克的制度 只有24% 这是一个全球普遍的一个现象 再来根据调查显示出来 现在只有一成的欧洲人认为 乌克兰会赢得战争 接下来请收看 文庆的事业主报欧洲版